不过很多人都在问 既然有美国有所谓的四大赛 那为什么不是奥王 为什么不是温布敦 为什么不是法奥王 为什么要从美国公开赛开始 因为刚好就是很巧的 就是我可能美网刚好接受到 那个会外的名单 那然后也很喜欢美网这个比赛 那就是他说有机会进了 那当然就是要去打 对那就说第一次就是 打美网公开赛很开心 那就是说这一路下来就是很满意 很满意 其实这也是一个今年的一个 非常的一个转折点 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知道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之后呢 你之后又参加了 日本的饭太平洋网球赛 这时候你又制造出了一个大惊奇 那就是你打败了当今世界球后Saphina 那能不能谈谈你跟Saphina交手的过程 大概你到底想些什么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 那时候家人就只有叫我 就是说要专注在每一颗球上 那就说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些什么 然后把你训练的还有该表现的都做出来 那你就会有机会赢这张球 不要去太在乎输赢这样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就没有压力 我尽全力去打 对然后没有想到真的就是 我赢了这个比赛 那当然就是说 在我赢了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之前的辛苦 就觉得又更值得了 就在比美网之前 那个时候的感觉又更多更好 这样 Saphina是球后位 当时你在面对她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上 难道没有任何大的压力吗 自己 如果去克服这个压力 其实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那个压力 就真的觉得说 我能跟世界第一碰上 对到 我就觉得很难得 那我要想要把握这个机会 然后去表现 好 那你觉得啦 那那场比赛 你觉得胜负的关键是什么 胜负的关键 我觉得我自己有 稳定性有稳住 对 然后一直有告诉自己 就是说你不能放弃 对 因为一直到第三盘 我有落后 对 有落后 然后结果到最后 就追回来 我就没有放弃 对 我们知道这场比赛 大战三盘 那第一盘更是到了 抢七 才拿下胜利了 当时 应该大家都是精疲力极了 你拿下第一盘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稳了吗 没有 那时候拿下第一盘 我想说 好 我第二盘要再更积极一点 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 对 那我那时候想说 我第二盘要再比第一盘 打得更积极 所以积极的时候 可能形成的急躁 对 所以可能就是会比较 失误多了 对 这场比赛之前 你有没有特别针对 Saphina 做些功课 比如说你在策略上 你有没有针对性的 去做攻击 有 那当然有 教练有 特地就是说 要怎么样给Saphina压力 让她就是感受到说 什么球会让她觉得不好打 对 那我们还有特地就是训练 就是说 怎么样可以让她觉得说 她没有办法 接到我的那种 接受我的那种压力 对 好了 其实到这个地方了 打败了球后之后了 那时候 全台湾的体育新闻 至少网谈这一块了 整个都是爆掉了 全部都讲 张凯真这个名字 就突然浮现出来 让你就是一战成名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请凯真谈谈了 其实从小到大 网球之路 你在网球这条路上 你自己 有没有特别欣赏的球员呢 有啊 我很欣赏 Roger Federer Roger Federer 为什么喜欢她 因为我觉得她打球 给人家一种很自在 很舒服 那也很潇洒的感觉 那每个人在看她比赛的时候 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就是跟着她那个身体的律动 还有那个球技 就是感觉就觉得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舒服 那 对 我就觉得说 我也希望有一天 就是别人在看我比赛的时候 也会有那种感觉 听说你还曾经指导过 伟来的Roger Federer 真的吗 那是我们那时候 有一位记者去采访 对对对 你觉得她有机会 真的世界球王吗 她可能需要再多磨练一下 所以她和凯真也是非常 认真的指导她 所以还有很多 努力的空间 不过想讲了 想实在的 凯真你今年是几岁 我18岁 今年才只有18岁 能够打出这么 能够打败球后 而且能够登上世界的舞台 真的非常不容易 不过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你凯真 你当初是怎么样 走入网球这条路 你是从几岁开始接触网球 我是从六岁开始接触网球 那会接触网球原因 也是因为我有两个哥哥 那他们从小就是可能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晚上爸爸会带他们去打球 那我不希望自己一个人 被留在家里 然后我就会说 我也要去打球 我也要尝试看看 网球是什么样子 那就慢慢的从那个时候 开始到接触到网球 那一开始是兴趣 然后到时候就觉得 我越打越喜欢 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 我也要打网球 对 然后慢慢一直走上这条路 一直到十一岁 我出去 出发去美国了 对 然后教练就跟家长说 跟我家人说 跟爸爸妈说 呃 其实凯正有这个天分 你不妨让他尝试大家看职业 网球 对 所以十一岁 你就要离乡背景 为了一个网球的梦 那当时在美国的生活 我相信对一个小孩子来讲 离乡背景的感觉 一定是不能好受的 谈谈你当时在美国的生活好了 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当然一开始去的时候 会很想家 那当然就是说 每天晚上都一定要 每天一定都要跟父母通过电话 那有时候当然就是 通过电话的时候 还是会掉眼泪 那但是说 你是自己一个人 你当然要慢慢去适应 你不可以就是说 你想要哭闹着回家 或者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那边 虽然很辛苦 但是你会学会独立 对 会帮助很大 在网球这条路真的是 给我帮助很多 为什么 你觉得网球独立的个性对网球 有什么样的帮助 您个人觉得 他会给你比较强势的感觉 强势 对 而且会比较 嗯 我觉得给我 就是我比较 我比较强势 我很容易去就是 很积极的 去打每一分 然后会让我更有那个憧憬 对 所以 即使你是个小孩子 但你小时候就去 结合自己 那时候已经很坚强了 嗯 你说你现在18岁 我想起你 你在不管是球技的表现 或者说你在谈吐之间 你展现出来的成熟度 是比一般童年龄的孩子 可能还要更好的 你觉得那时候 跟在美国独立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一定有 对 因为 毕竟你自己一个人 在外面生活过 你会想的更多 因为你看的东西也会更多 所以你的世界观 国际观 一定会更过 好 除了 只要一会而已了啦 到美国去 除了网球 网球 网球 那你的生活 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我的生活 当然有啊 就是 有爸妈的陪伴 那就是说 我会尽量 拨很多时间去陪伴家人 因为毕竟 从小就出国 那很多时间 没有办法在台湾 那我会利用 很多时间 就是陪伴父母 还有家人 对 好 我们知道啦 迈向成功之路 永远都是辛苦的 过程的心酸啊 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那 我相信在过程当中 就算你再怎么坚强 我相信 总会有高潮低潮 你自己的脑海中 自己有没有曾经想过 太辛苦了 我真的想放弃 你自己有那种感觉 有落那种念头吗 有 这真的有 而且就在绝境 只记今年的 五月 五月份 真的还这样 五六月份 对 真的 那时候 真的很低潮 因为自从我去年 打了一个九流米 五万块美金的那个比赛 双料之后 我就一直低潮 没有什么成绩 那那时候 其实就很烦恼 就说为什么 什么比赛都是第一轮 那自己的自信心 就很缺乏 那我就觉得说 不行 我为什么 这么难过 没有办法跳离 这个低潮 对 然后那时候 因为家人啊 然后朋友 一直鼓励 然后我就觉得说 不行 我要 我一定要度过这个低潮 我不可以很悲观 说我想要放弃网球 这太 对我来说太难 因为我觉得 其实家人给我鼓励 他们觉得我做得到 那我一定就做得到 对 所以我就说 那时候我就 刚好 跳脱这个低潮 然后刚好去梅王 然后就有那样的成绩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相信啦 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啦 所有的 你说 成功的几秒钟之间 付出 之前付出的新血 是 就是一定更多的 是加倍 那么多的